今日我们也看到整个在有名佛寺的太平洋大放光 今日我们也看到在有名佛寺的大海大放光 今日在我们的明峰佛寺再次看到 你看师尊周边的非常棒的莲花 你看绽放出真正的清净的莲花 这朵莲花你可以看到白莲花 那我们看看整个的大方光芒 就在我们明峰佛寺的卧佛此刻 我们也感恩也透过今日在此 也是我们人家在接下安居当中所展现出来的 这份都是要来荣耀阿弥陀佛 代表无量光无量寿 在此身人人间能够遇到 而且这是旷解难逢 开天辟地盘古开天辟地的这么一次 也期盼今日我们有看到任何的影片 甚至我们完全相信 更以感恩的心 透过一句阿弥陀佛 必定能够蒙无量光无量寿 来做接你的信念了 因为人类本具主的 就是在这一份的单纯 圣洁 纯净 柔软 谦卑的心了 感恩弥陀佛 我们今日呢 透过在明峰佛寺 我们也感恩无量光无量寿 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世尊 如此的慈悲 在此刻能够完全 不请之说 无问之说 说了这一份真正的 在无世界来当中 也就是旷解难逢的无量光 无量寿就是法杖比丘阿弥陀佛了 感恩我们今日呢 所有的彰选 就是要来大放光明 期盼冯来先到佛摩沙 再次的台湾之光 遍及世界全球 回到我们从南三部州 北居鲁州 西部和牛州 东圣神州 今天能够透过呢 人类突往虚弥山 通往真正的西方 极乐世界最大的关口了 感恩这一次 都要来荣耀阿弥陀佛 感恩明峰佛事 感恩在这边 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是要来彰显阿弥陀佛 哇真的是太棒了 感恩阿弥陀佛 你看大放光哦 整个光体 你看 阿弥陀佛事真 卧佛 这是卧佛 哇太棒了 太不可思议了 事真 莲花 哈哈哈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感恩阿弥陀佛